最新的报告显示 提供灵活工作安排的企业 最能够留住员工 再来是更多天的年假 以及减少每个星期的工作日 来看记者洪宝林的报道 根据人力部今早公布的 2018年就业条件报告 72%的员工的公司 提供至少一项正式的 灵活工作安排 87%的员工的企业 则是有至少一项的 特定性质的灵活工作安排 较广泛推行的 灵活工作安排就包括兼职 工作时间灵活和远程办公 报告也指出 一些企业也提供 非正式灵活工作安排 例如不在计划内的休息时间 人力部政务部长扎吉哈 上午在新加坡人力资源学院 前景论坛上表示 提供灵活工作制的企业 过去两年越来越多 让员工长时间在家办公 扎吉哈说 更多公司现在采纳5天工作制 有助员工更好平衡工作和生活 享有这样的安排的全职员工 去年同比多了3% 吉他说 这次是